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关注 英国媒体卫报曝光习近平下周行程 说他将去沙特访问 根据英国卫报在8月11日的独家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沙特阿拉伯 这将是2021年1月 新冠疫情爆发后 习近平首次出访其他国家 沙特阿拉伯正在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 预计习近平将访问首都利亚德 港口城市基达 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新未来程 当局正计划悬挂上千幅 中文标语并接待数百名政要 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 关于习近平访问沙特的媒体报道 没有信息提供 微报的报道还指出 预计沙特阿拉伯将高规格接待习近平 规格可相当于 美国前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以来 首次访问该国 这与现总统拜登在沙特阿拉伯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拜登在沙特阿拉伯受到的低调接待 拜登也未能说服沙特阿拉伯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出口 这显示出拜登与沙特实际上的领导人王储 莫海默德·本萨勒曼的关系出现裂痕 而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正逐渐升温 近20年来 中国与沙特的关系日益密切 特别是2016年之后 莫海默德成为王子掌握大权以来 沙特阿拉伯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 在新疆维吾尔人权 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 沙特阿拉伯也为中国辩护 而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入侵野门与卡特尔断交 暗杀记者卡舒吉等问题上 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 有批评人士指出 尽管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 没有得到多少收益 而王储莫海默德却在卡舒吉被暗杀 四年之后 得以走出被欧美各国孤立的阴影 重回国际舞台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分析 习近平参访沙特的目的是 希望趁着美国注意力与资源放在亚洲时 趁机填补中东的权力中空 增加区域影响力 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 也正因为美国资源的离去发愁 因此乐意与中国建立新的经济 安全伙伴关系 另一边有消息报道 伊朗与美国恢复核协议的谈判 接近完成 但仍面临障碍 这时候传出习近平八月访问沙特的消息 令人附想联翩 当地时间八月七日晚 欧盟高级谈判代表表示 伊朗与美国围绕着恢复 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已接近完成 但伊朗方面是否会接受最终协议仍是未知数 欧盟负责伊朗核谈判的协调员亨利·莫拉说 协议的文本可能在几小时之内拟定 但伊朗仍必须决定是否愿意搁置其要求 即只有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 针对伊朗核项目持续多年的调查结束之后 才能恢复核协议 他说我们正在协商文本中的一些 上代解决的技术问题 莫拉在维也纳还告诉记者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我预计很快会结束这一谈判 而最终文本需要得到伊朗 美国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国家 这包括俄罗斯 中国 法国 英国和德国的批准 英国 法国和德国的高级谈判代表 目前则不在维也纳 维也纳谈判已经持续了16个月 其目的是就华盛顿和德黑兰 必须采取的步骤达成一致 从而恢复执行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条款 而在拜登访问沙特之前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拜登中东行一次充满政治风险的出访提到 此行是为了试图减缓正在加速的伊朗核计划 加快中东石油向美国输送的速度 以及重塑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但又不给人以拜登已经接受了沙特王储的这一印象 而中央情报局认为 这位王储是一名曾巧居美国的 著名异界人士遇害后的幕后主使 这三件事对拜登来说都充满了政治危险 虽然他是一位非常了解中东地区的美国总统 但这是他六年以来首次再度回到这一地区 而且是在美国的影响力远不如他所希望的程度之际 拜登为了恢复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 而进行的长达 18个月的谈判已陷入僵局 这迫使德黑兰将大部分核燃料运出伊朗的外交努力已经受阻 而德黑兰目前正在将这些核燃料浓缩到接近核弹级的浓度 而在拜登访问沙特之后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与独裁者共舞》 拜登与中东重建关系亦在遏制中俄中提到 在拜登与沙特的一系列声明中 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周五晚间签署的一项协议 双方将在一项新技术上展开合作 在沙特建设下一代5G和6G电信网络 美国在该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中国以及中国政府支持的华为 该公司已在该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这也是拜登政府在世界部分地区 开始反击北京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多年以来 中国政府在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在这些地区取得了进展 而拜登在吉达做出了相似努力 表明美国将帮助抵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 拜登概述了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中东新框架 其中包括支持经济发展 军事安全和民主自由 拜登说 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美国致力于跟你们所有人合作 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积极的未来 而且美国不会离开 当被问及美国的战略时 沙特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表示 他们并不是要把中国挤出去 而且他们可以同时容纳西方和中国的电信系统 沙特驻美国大使利马·宾德·班达尔公主 将同时存在的技术 比作同时拥有星巴克和香菲冰或麦当劳和汉堡王 但是网络要复杂得多 因为他们需要协同运行 有怀疑论者认为 基于冷战框架 重新在中东建立同盟关系的必要性 更多是石油交易的借口 而不是对深入接触的真正兴趣 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研究主任克里·舍克说 中国在那里确实取得一些进展 但这些都是中国能源需求 石油生产国因为俄罗斯的入侵而大赚特赚 以及美国在过去三任总统的领导下 拒绝报复伊朗对海湾国家攻击这些因素 带来的自然结果 但他同时也表示 但这也是拜登政府将对中国的挑战 设定为民主对抗专制这一政策的结果 他还说这让沙特站在了中国一边 在2017年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宣誓就任四个月后 于当年5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这也是他作为总统访问的第一个国家 2017年5月底 川普访问沙特 随行的除了他的夫人梅拉尼亚 还有他的女儿伊万卡 以及女婿库什纳 这也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首次出国访问 在沙特王宫内 川普还被授予了该国最高荣誉阿布杜勒阿奇兹国王奖章 他与萨勒曼国王的会谈内容 包括石油 军火 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等 在访问期间 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在利亚德的时光非常棒 而萨勒曼国王也同样通过推特对川普表示热烈欢迎 并称为其两天的访问将强化两国关系 除了军火交易 跟随川普出访的美国经济界人士 还同沙特方面签署了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涵盖了石油 天然气 能源 IT等众多领域 美联社则注意到 随同出访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并没有在沙特阿拉伯佩戴头巾 虽然沙特对女性的着装有着严格规定 但通常他们对外国女性网开一面 此前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英国前首相梅 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出访沙特阿拉伯时也都没有佩戴头巾 此次作为白宫顾问随同访问的 川普女儿伊万卡也同样没有佩戴头巾 再回到卫报对于习近平将访问沙特的报道 卫报的报道说 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 习近平的此次访问将是 川普2017年访问以来最重要的一次 沙特阿拉伯在3月曾向习近平发出邀请 哈佛贝尔福中心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莫罕默德阿里亚亚对卫报表示 中国是沙特阿拉伯的最大贸易伙伴 是最大的石油买家 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十分重要 过去只注重商业 现在则更加注重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事物 中国和美国对于确保石油自由流动都特别感兴趣 美国将对该地区的注意力转向亚洲 对抗中国之时 中国似乎认为该地区是大国竞争的主要战场 目前中国外交部对于习近平出访沙特阿拉伯的 报道没有具体评论 在中国严格执行清零政策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访问沙特将采取何种防疫措施 令人关注 简单回顾一下 川普在2017年访问沙特收到的隆重待遇 从收到的礼物就可见一般 在2017年9月 纽约时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当时网站Daily Beast的网站发布了记录列出 川普在同年5月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 该国赠送他的80多份礼物 其他引人注目的礼物 包括一柄件 一份科威特宪法副本 一件白色五袖丝棉服 和两件有白虎皮 衬礼的长袍 川普还收到一副自己的肖像 以及三条学访联姻群 一件黄色 一件淡粉色 还有一件是黄色和青绿色相间 沙特东道主还在首都的广告牌上 张贴了总统头像 为川普安排了同穆斯林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还有美国乡村歌手托比基斯的演唱会 川普问是否也向主人赠送了类似奢侈品作为礼物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川普确实送出了沙特阿拉伯最想要的东西 他严厉指责该国区域竞争对手伊朗 并与沙特达成了一项价值110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 其中包括价值5亿美元的精准制导武器 沙特阿拉伯赠送的诸多礼物 因其华丽吸引了不少网民的兴趣 而且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显得稀奇古怪 要知道武器交易和首脑会议 是国家交往的常见方式 不过猎豹皮衬里的金色长袍又是怎么回事 美国南星韩布什尔大学的系主任詹姆斯·史密斯 曾于2009年至2013年 担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他认为这种外交赠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根据他的经验 美国国务院是很少赠送礼物的 但是一些中东政府可能会非常非常慷慨 他说王氏有些赠送礼物的嗜好 所以总统可能会收到一大堆礼物 这种事情并不令他惊讶 而美国官员可以保留外国官员赠送的价值低于390美元的礼物 超过这一标准的东西则需上交政府 送给总统副总统及其配偶的礼物均由白宫处理 总统及副总统以下赠送给大使等级别官员的礼物 则由国务院处理 史密斯说 如果某位官员想要保留礼物 国务院将对其进行估价 并可将其出售给这位官员 川普也并不是第一位接受外国领导人昂贵礼物的总统 国务院自2015年起的记录显示 沙特政府向包括奥巴马总统及其妻子米歇尔 在内的美国官员赠送过20多份礼物 奥巴马从沙特阿拉伯收到的礼物之中 最昂贵的物品是一桶赠送的十根高尔夫球杆 一个皮革高尔夫球包 以及两尊精美的包巾纯银码 上面镶满了钻石 沙弗莱石 黄色蓝宝石 红宝石和黑钥石 记录显示 这批奥巴马的礼物已被送入国家档案馆 而国务院给出的估价为52万2972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